咳 我来吧 你下去吧 是 真没意思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又何必与他们在宫里 争来斗去的 费尽心思 费尽谋算 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罢了 如果可以从头再来 如果真的有来事 你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记住了 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你 Certains 你不认为我 我你放在那里 不冲 我们在那里 不冲 你不是 我呀 我 不冲 没冲 我 你 我 主 主 主 Zither Harp 晚上过后 我们主儿就自己开始梳洗 也不许奴婢们伺候 奴婢还以为主是听了皇后娘娘的劝 终于想开了 谁知到了夜里 进去送水时 才发现主儿已经没气了 京师走的时候安静吗 很安静 连伤还带着笑 你去禀告皇上吧 说京师走得安乐 是 一早便见天阴沉沉的 怕是老天和臣妾一样 感慨京师的离世 听说京师的子官 已经停在了静安庄 京师的身后事 务必要办得好看些 毕竟她生了三个皇子 朕打算 追封她为皇贵妃 皇上 京师不是已经贬为庶人了吗 这个皇贵妃 是做给外头看的 御氏王爷 私下极力推托她的出身 为的就是自保 若是朕以庶人的身份 将她下葬 也会惹得朝野无端的议论 也坏了皇家的名声 朕想好了 赐她嗜好为书 便为书家皇贵妃 苏家皇贵妃生前 最在意的就是皇子 永辰初四 永玄和永兴还年幼 倒也都是董事的孩子 无畏再受牵连了吧 永辰亦是贝勒 永玄和永兴 朕会给他们贝子的爵位 交由太妃们照顾 一切应是无碍 皇上思虑周全 朕有些累了 先回养心殿歇息 恭送皇上 永玄 四哥 想哥哥没有啊 四哥 末末说 我们两个给额娘磕完头 末后十一帝 就要由太妃们照顾了 对 所以四哥来送送你们 别哭 过来 没关系 以后四哥就是你们的依靠 四哥照顾你们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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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六公主 再怎么说 富贵也是他养的 富贵也是他养的 富贵是他养的狗 但这并不能证明 就是他做的事 景寺走了之后 我一直在想 如若这件事 是我们的狗 背后有人指使 从永玄落马开始 算上金玉言 尹飞 我还有你 都算计在里面 一个也没有落下 那这个人的心思 可真是不简单了 金玉言争了一辈子 算计了一辈子 做尽了我一辈子 这些事不会错的 不过 姐姐说的话 也并非没有道理 永玄坠马这件事情 总不可能是 金玉言自己做下的 背后一定另有其人 姐姐 你快要生了 还是先把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吧 这些凡事 你就先别想了 我能不想吗 宫里边接二连三地出事 咱们走了多少步了 奴婢光顾着 跟着娘娘心思走 忘记数了 不过江太医说了 多走动走动有益处 您若不累 咱们再多走几圈 好 再走几圈吧